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家伙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经常出现在你身边的那些猫猫狗狗 在看似忠厚的外表下 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高手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 就来深挖一下猫的超能力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人工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家的小猫总喜欢 把自己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 好像地方越小才越开心 你一定好奇 为啥它放着舒服的窝不住 反而偏偏喜欢挤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休息 而且不管这个缝隙有多小 它都可以钻进去 那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祖先了 猫现在所有的超能力 基本都是从它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 在距今2300万年到530万年的中心市 欧洲和北美洲出现了一种食物猫 屎猫 屎猫为了捕食经常会伸入到小动物的洞穴里边去 于是它就练成了一种特殊的技能 这样它就可以轻松的抓住躲在洞里的猎物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小猫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 不管多小的缝隙它都敢刮 同时屎猫还为了能够在捕食中悄悄的靠近猎物 不被猎物发现 从而进化出了一种能力 就是将爪子收起来 让它走路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以更好地潜伏 当靠近猎物的时候才把武器晾出来 这种技能都被现在的猫保存了下来 正是因为它们有这种技能 所以它们害怕其它的捕食者也在它们休息的时候 悄无声气的到它们身边 为了保护自己 它就喜欢用它缩骨的优势 在休息的时候找一个狭窄的洞口钻进去 使其它比它大的动物进不来 能进来的就说明比它个头小 我们也都知道 猫在面对比自己小的动物的时候 那基本是没有服过谁 所以这个狭小的空间可以给它们安全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猫都有哪些超能力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入门的 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猫的后腿非常有力 再加上它的比较轻的体重 这就可以使它能够轻松的跳跃自己身高的6倍 并且还能保持优雅的姿势 如果把这个能力放在人的身上的话 按照1米7的身高来说 如果你拥有了这种跳跃力 你就可以轻松的跳到10米的高度 也就是可以直接跳上三楼的楼顶 所以这么看的话 猫的这个最入门的能力 是不是也算得上一种超能力了 不过它的这个能力 在各位尝试弯的精心呵护下正在一点一点的退化 如果你当拥有了它这个能力 而没有它另外一个能力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 不然你跳到10米之后 落下来就直接摔死了 这就不是超能力了 而是自杀了 它的另外一个超能力就是 从高处落下 可以平稳着陆 这个能力大家也都知道 似乎都感觉是习以为常了 但是如果用科学解释这里边的原理的话 它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因为牛顿的运动定律表示 运动的物体不可能自行停止 除非它遇到反作用力 所以根据这个定律 猫在半空中没有接触到任何东西 而且它又没有类似交流伞那种的 改变空气阻力的装置 理论上它是不可能调整自己的姿势的 就好比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 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以什么方式开始下落 那么我们就会以什么方式接触地面 比如你下落的时候是背朝下 那么你落地的时候也会是背朝下 而猫就不一样了 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发现 它可以在空中做一个动作 它的前半身和后半身会朝相反的方向扭动 现在科学给出的解释是 猫通过拱起背部 将身体分成前部和后部 两个部分独立工作 前部旋转的时候 后部保持静止 到一半的时候做相反的动作 将另一半翻过来 所以这个前部和后部之间的力 可以相互抵消 但是我总是感觉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过于牵强了 那不就等于跟洪气功的那招 左脚踩右脚就可以也飞上天一样吗 虽然这个在空中翻转 不容易解释得通 但是在它着陆的时候 它的身体的器官就起到作用了 它落地的时候会先前爪落地 前爪的肉垫配合它柔软的脊椎 就可以有效的泄力 化解反冲力 如果说这两个能力很平常的话 那么剩下几个能力就有点神奇了 美国罗德岛州的一家养老院里边有一只猫 名叫奥斯卡 它每天都会在这些老人的房间里边来回溜达 起初这里的人并没有注意过他 直到有一次 奥斯卡很安静地留在了一个老人的屋里 一直守护着这个老人 怎么赶都赶不走 结果当天晚上这个老人就去世了 这种事情在随后发生了很多次 每当奥斯卡预赶到这个老人即将离世的时候 他就会停在那里陪伴那个人直到死去 据说这个奥斯卡已经准确预知过50多位老人的死亡了 这里住着的老人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 这要是哪天停在谁的屋里步骤了 那这个人的心理阴影得有多大呀 没病都得下出点病来 这哪是预知死亡啊 这样放在中国简直就是温神了 它预知死亡可能跟猫超强的感知能力有关 猫的视觉、听觉、嗅觉都比人类强得多 猫的耳朵可以像雷达一样转向不同的方位 从而监听不同频率的声音 并且能够非常准确地确定声源 它还有一个富耳 好多人都认为这个是猫的畸形 就是它耳廓上的一个小的开口 这个富耳可以使猫接收到高频声波 在2018年的6月18日 日本的一个猫海里边 刚开始所有的猫都很平静 突然它们就炸开了锅 上窗下跳 而当时店里边的店员 并没有感觉到外面有什么异样 店里边也没有什么大的声音惊扰到它们 过了几分钟以后 正在店员疑惑的时候 当地发生了6.1级的地震 事后经过专家的研究 证实了猫之所以在地震前有这些举动 就是因为猫的富耳可以接收到 鲜鱼地震波到达的高频声波 它的这些能力都是来自于使猫 据说猫的听力范围是我们人类的四倍 它可以感知它环境周围20米内的微小声音 而它网上也有很好的夜视能力 通过它视网膜后面的反光组织 来捕捉环境中微弱的光线 它的胡子也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 这些是使猫的生存技能 通通遗传给了现在的猫 不过它们现在估计已经退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有的时候看到你家猫的行为很奇怪 经常盯着一个地方移动不动 那很有可能就是它听到了你听不到的声音 或者看到了你看不到的东西 离家的猫经常会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被科学家称为归巢本能 直到现在科学界也没有弄明白 猫的这个归巢本能是怎么运作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有这个能力 这一点有无数的时间都可以证明 把一只猫装到箱子里边 使它看不到外界的环境 然后带它走出很远打开箱子 它依然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更神奇的是 它回家的路向跟带它出来的路向是一样的 科学界普遍认为 猫的归巢能力是利用了地球的磁场来定位的 1954年 德国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 它们把几只猫放在有好几个出口的迷宫里边 它们很快就可以从迷宫里边走出来 并且它们出来的那个出口 正是面对着它们家的方向的那个出口 随后科研人员又将磁铁绑在猫的身上 再次把它们放进这个迷宫里边 这一次它们出来所用的时间比第一次长了很多 而且出来的出口也跟第一次的不一样 这就说明猫的归巢能力确实跟磁场有关系 但是这个能力不是所有的猫都具备的 每只猫的归巢能力的准确性也不一样 在实验室养大的猫 或者在家里的封闭环境中长大 一次也没有出去过的猫 它们的归巢能力几乎为零 只有经常与外界的环境接触 它们的这个能力才会有更好的发挥作用 所以不要轻易尝试让自己家的猫猫自己找回来 现在的猫都娇生惯养的 让它们自己在外面很多都吓得瑟瑟发抖 更别提自己找回家的路了 你有没有发现猫除了皮外伤之外 你很少发现它有别的伤 它每天爬上爬下经常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却只有皮外伤 而很少有像人类那样的骨折 或者类似肌肉拉伤的那种伤 其实它并不是不会受这种伤 而是你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它们可能已经自己给自己治好了 不需要医生 因为猫在平时休息的时候 会发出呼噜的声音 这种的呼噜声在27-44分位 可以加速软组织和技术修复 增强新生代谢 这就是猫的自愈能力 最后就是猫最厉害的超能力 谁能想到曾经捕猎的一把好手 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竟是治愈我们人类的心灵 它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所有的求生技能 在现在的我们的眼里 都变成了卖萌的行为 呃? 原本为了悄悄靠近猎物 而把爪子收起来的同时 也把粉嫩的小肉垫 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为夜视而生的眼睛 也变成了卖萌的利器 就连像雷达一样的耳朵 在我们眼里 也变成了它们表达情感的方式 所以说在我们身边的猫猫狗狗 才是进化最成功的物种 它们真正做到了躺平 那么在这里 今天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